接下來的議題 這題 就是我前面跟各位提過的 所謂的過量 他說 一定的溫度跟壓力下 體積比是3比2 亞佛佳絕假說 同溫同壓下 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所以體積比3比2 就等於是墨爾數比3比2 這是我們前面學亞佛 加絕假說知道的 化合病人的水蒸氣 會請問你它的水蒸氣的 剩下的氧跟水蒸氣 墨爾數幾比幾 又有個討厭的 這題已經就明示你了 這題有明示你了 氧會怎麼樣 氧會剩下 別的題目不見得會明示你氧會剩下 還有直接問你別的問題要注意 好來 同溫同壓下 體積比就是墨爾數比 所以氧氧的墨爾數比就是3比2 3比2 其一步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兩個氧加一個氧變成兩個水 第二步應該是什麼 乙枝跟鎖球換成墨爾 我們就不用換了 就當作你是3末跟2末就好 當作你是3末跟2末 產生水 X末 第三步應該是什麼 末數比就是均衡 細數比 但是老師有跟你講過 如果 如果 反應物都給你了 A加B 產生C加豬 我也告訴你 A有多少 我也有告訴你 B有多少 加小C要注意 注意什麼 有沒有東西是過量的 有沒有東西是過量的 太過了 這一題題目已經明示你誰過量 氧過量 我們當作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檢查 誰會過量 兩個氫加一個氧變成兩個水 好 現在有3末星2末的氧 兩個氫需要一個氧 三個氫需要幾個氧 兩個需要一個 三個需要1.5個 一個氧需要兩個氫 那兩個氫 兩個氫需要幾個氫 四個氫 上面是我有的 下面是我需要的 上面是我有的 下面是我需要的 兩個相減 負的什麼意思 不夠用 可是什麼意思 用光 用完 正的什麼意思 有剩 我有兩末的氧 只用到多少 1.5末 1.5末 所以剩多少 剩0.5末 剛好是零什麼意思 剛好用完 需要兩個 我有兩個 需要四個 我有四個 剛好用完 所以這樣檢查完 這就知道什麼事情 養剩下0.5末 輕用完 因此 當回我去帶到所謂的 莫爾數比等於均衡係數比的時候 就要用那個有用完 就要用那個有用完的 因為我們是用掉A 用掉B 產生C 產生豬 我們是有用掉的 所以就必須要以氫為準 因為氫才是真的用完的 莫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好 氫拿來用 氫比上水 2比2 氫有多少 3末 比上水X末 等於2比2 X等於多少 3末 所以算出來產生水3末 這不是我這一題要的答案 因為他問的是比例 剩下的氧跟水的比 水再比一次吧 從剛才討論當中 你就知道氫剩多少 0.5末 0.5末 然後產生水3末 所以剩下的氫比上水就是 0.5比3 1比6 所以我們答案選A 請問有問題了嗎 這一題的重點就是怎樣 有人過剩 我再說一次 A加B產生C加株 人家也告訴你A有多少 也告訴你B有多少 你要小心要注意 有沒有人過剩 還是兩個都剛好用完 不一定 題目不一定 你在算那個均衡係數比 等於莫爾數比的時候 要用什麼 要那個有用掉的 用完的才來比 不是那個剩下的 不是那個剩下的 所以這要請你注意 這題目的重點 看誰過剩 OK嗎 OK OK